水是一切生命的起源,人体重量的50%以上都是水组成的。 对于人体而言,水不仅是运送各种营养物质的载体,还会直接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。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,每天需要摄入2000-2500毫升左右的水,250毫升的杯子,需要每天喝8杯水,清晨起来喝一杯白开水,是很多人的习惯,许多人为了节省时间,头一天晚上会烧一壶开水,量好了第二天早上好喝。 有人却说,隔夜的白开水有毒不能喝,白开水的保质期只有16个小时,这是真的吗?请听我一一道来。 第一,隔夜的白开水会滋生细菌,隔夜的白开水会有细菌生长。 这是真的吗?水烧开的时候,是100摄氏度,已经把细菌都杀灭了,80度以上的水温,是不适合细菌的。 当水温往下降,低于60摄氏度的时候,就开始有利于细菌生长了,越接近常温,越有利于细菌的滋生。 除了温度,细菌的生长还与周围的环境有关系。夏季天气潮湿,环境温度较高,特别有利于细菌繁殖。 我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,每一毫升水的菌落,不能超过100CFU。 有人做过研究,放置12小时,24小时的白开水,菌落数量均不会超标,但是放置48小时后,每一毫升水的菌落数量,达到180CFU接近标准值的两倍。 喝这样的白开水,就有可能因为胃肠道的炎症,导致腹泻,腹痛,发热等不适。 所以,从细菌繁殖的这个角度来讲,白开水放置一晚上是可以喝的,菌落数并没有超标。 为了减少中毒的几率,夏季的隔夜白开水最好不喝,而冬季的隔夜水,最好放置于保温杯中,因为高温不利于细菌繁殖。 第二,隔夜的白开水致癌,大家还有一个担心,就是说隔夜的白开水亚硝酸盐含量会超标,会致癌。 亚硝酸盐是一类无激化合物的总称,主要指的是亚硝酸钠。 亚硝酸钠外观与食用盐类似,可以作为发色剂,在肉类制品中限量使用。 摄入体内的亚硝酸盐,大部分只是过客,被人体排泄,只有极少部分会在胃酸以及细菌的作用下,转化为亚硝岸。 而亚硝岸未致癌物,可以导致胃癌的发生,自来水中怎么会有亚硝酸盐呢? 这是因为,我们喝的水,是来自于天然的地表水或地下水,而亚硝酸盐或者硝酸盐是易融于水的。 地表水中的硝酸盐,亚硝酸盐,会慢慢渗透到地下水中。 另外,水源中含有的硝酸盐,也有可能被微生物污染,转变为亚硝酸盐。 我们来看看,水中到底含有多少亚硝酸盐?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,规定亚硝酸盐含量不超过10毫克每升。 有研究显示,放置了24小时的白开水,亚硝酸盐的含量并没有增加。 一般人体对亚硝酸盐的一次性安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0.2毫克。 只要你一次性饮水不超过10升,那么就是非常安全的。 所以,隔夜的白开水致癌是不靠谱的。 综上所述,隔夜的白开水,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,但是不会致癌。 夏天不建议喝隔夜的白开水,冬天建议使用暖水壶,并且尽量不要超过48小时。